其中一個factor是momentum 就是它的動能 這個動能的確是厲害的 如果你是用兩個月平均線 然後上下2.5個標準差 這條條例去看 其實我想在過去三年以來 我們沒見過這麼厲害的momentum 但是這麼厲害的momentum 只是說過去差不多10天左右 這一層是有少許像什麼時候呢? 是有少許像2017年那一層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是不是真的好到這樣呢?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你想想我們一向都是覺得 是一個煩慢的turn around 就是之前這麼差 一直在對待 其實過去三年的大小都是在對的了 但是對到上年的時候 第一個月突然之間飆了一夜 飆了一夜之後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他們中國內地的政策退波的速度 是快過市場預期 OK 那就對回來了 一直向下再對 對到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少許不同的地方 就是上年你見到 他有時候出一些刺激政策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不同的部位 去告訴你 他又要加強沒有一個行業的監管 所以那個努力呢 他可能是分分鐘是contradicted的 是的 不是一個collaborated的努力 但是到了今年 尤其是一月中下旬的時候 其實我們聞到一些味道是有少許不同的 就是你見到那時候的政策密集的去出台 其實這個趨勢到現在是延續下去的 就是我們見到你之前bloomber那邊去傳 他可能是央企海外的離岸戶口 會經過港股通去買A股 整個額會有一萬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來的 就是理論上來說 他會壓低那個 就是他會減少人仔的貶值的那個壓力 同時又會令到A股的股值稍微變好一點點 另外 跟著就看到馬雲和蔡松遜 原來《紐約時報》報道 他們重新自己又買回我們爸爸的股票 跟著我們又見到人行在一個press conference上面 史無前例地突然之間去說 他們要開始去減50個點子的存款準備金率 那這些都一路去配合了其他的一些政策方向 我們覺得是對市場去改變 已經經歷了一年或者三年的那種很極度悲觀的態度 其實是有好處的 同時我們都發現一件事 就是在金波的升幅之前 你去看其實從1月17號一直到4月上旬 港股的勢是靚的 靚的程度都是過去年紀未見的 但是4月下旬的時候 其實對了一夜 令到勢有少許差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長漸史寬 就是恆生指數裡面 它的50天線高過250天線的那個比例 長漸史寬其實就是今年的1月17號左右 潛了底 跟著一路慢慢向上去 有一個圓地向上去走的 就算在4月下旬港股 又是對得比較急比較深的時候 其實那個長漸史寬一直都是慢慢向上的 那這些全部都是好的消息 但是我們就猜不到說會在短時間之內 因為它突然之間的購物這麼厲害 尤其是這個星期的筆水又少了 那這些錢我們是可以去做的 假設就是可能是外面的錢多些 那當然這些愛知是真愛知是 還是假愛知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好了 問題就是我們之前搬這麼久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看到恆生指數的PE 在今年1月份最慘的時候 1月4的PE差不多是7.1倍多些 那跟市上最差其實就非常接近 已經有少許堆穿市上最差的估值了 那我想從20年開始 23年1月份我們當作是一個過例 就是22年10月份至23年1月份是一個過例 然後去到延續到下去24年的1月份 那究竟是什麼令到整個港股的環境差到這樣呢 就很簡單 人家會怕是一個結構性的轉變 怕香港作為一個幫上市企業去融資的 這個中心的角色會改變 怕之前的一些科網增長的情節會改變 以及都是怕整個大中華地區的 那個經濟增長的神話 現在已經開始要take a break 那這些結構性的改變 我們去到現在你看到一個融資升得這麼漂亮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要再問一問 是不是有一些很顯著的變化呢 就是我們的結構是不是已經改善了呢 我們的經濟的比例的成分 是不是已經說不用再依靠平台的經濟股 或者不用再依靠消費 或者說就算你去看多一點製造業的話 是不是製造業的PMI是可以給大家這麼多信心呢 當然是好事來的 我們看到製造業的PMI 連續兩個月 這個是星期二早上的數據 連續兩個月是好過50 那什麼叫好過50呢 首先它是一個 survey data 它是調查得回來的 好過50的意思就是說工廠主 它覺得可能有多過一半的人覺得它未來的增長的perspective 是好的 但是都還有接近一半的人覺得可能是不好的 那這個就是PMI的意義 它並不是代表著生產產出 工業產出已經是好轉了的 那因為這個data再加上上個星期尾的時候 上兩個星期尾的時候我們看到中證監的國九條出來 那市場就比較興奮一些 然後將香港這邊的ETF和RIT就放進去胡廣通裡面 RIT都還可以是人民幣商外桌那裡都買到 那說真的那個邊際效應我就不覺得這麼大的 首先它ETF放進去胡廣通其實都只有九隻左右 九隻十隻左右 其實理論上來說吸引不了這麼多資金過來香港的 然後你說那個九條自己的解讀呢 我們跟這些行家去談都是覺得傾向於是一種walk back 就是哪一個層面的walk back呢 就是它的上市公司註冊制的一個walk back 或者是說那個註冊制是可能想要停一停 或者不要走得那麼快 那註冊制是對市場最大的影響是什麼時候呢 大家應該記得2016年年頭 剛剛回來四個交易之中 A股有兩天熔斷的 那個我覺得就是註冊制的一個最大的反攻 就是註冊制反對者的一個最大的反攻 哪些人不是那麼喜歡註冊制呢 就是已經上了市的那些企業主 因為他們覺得如果走了註冊制 而不是審批制之後 其實A股公司上市會變得很容易 那對他們來說呢 他們的存在感就會減弱 還有他們如果上市公司的 這個整個量的供應變多 那資金集中在沒有那些公司的 那個比例又會變少 那他們是不喜歡的 那去到現在 各九條出來呢 看到又是不想走 那個註冊制走得那麼快的時候 我覺得唯一一個好一點的地方就是 人家會覺得 其實現在現有的A股的市場參與者會覺得心安一點 那這個也是其實由去年第四季以來 A股市場參與者最大的一個關鍵 就是其實國家究竟是否在意我們 就是看到A股的股本市場的那個唯一的功用 其實就是幫助實體經濟去融資 那融資還融資 那這個就是困擾著A股參與者一段時間的一個議題 那我覺得就由今年一月二十四號 一路去到見到各九條出台 見到那些ETF互通 那其實對現存的市場參與者是一個安慰 那就是 那就是